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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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上车的那个人 不是大小姐 在追杀的那个女儿吗 快 快去评购大小姐 走 公子 公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门关 前面就是京城了 公子 这里好漂亮啊 我们能不能下车停一会儿 马上就要到京城了 还是算了吧 先生 传信给家里了吗 回公子 已经传了 您放心吧 家里的护卫 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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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可惡 好 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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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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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孟公子 快带他走 还不走 快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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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锦绳 今天我们恐怕是要 死在这里啊 给我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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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们的救兵到了 少爷 来 李克大哥 你这伤啊 得赶紧用金疮要敷上 才不会留疤 来 小伤而已 不用这么麻烦 什么不用 脸上留疤了 就不好看了 你别信那些 说书先生说的 什么男人脸上有疤 才是有勇气 那是骗小孩的 脸上没疤才好看 真的不用了 你是嫌我这药效果不好 还是嫌它不干净 你放心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不是被狗撵着跑 就是被人追着打 大伤小伤无数 全靠着金疮药才活到现在 这药绝对有效 那姑娘把药给我吧 我自己来 我帮你 真的不用了 连一课大哥 你该不会是 说书先生嘴里那种 谁看见了你的脸 谁就得嫁给你的 那种人吧 姑娘受笑了 我不叫姑娘 我叫花不器 你可以叫我不器 这已经是我们 第四次见面了 再叫姑娘 就显得身份了 姑娘把药给我吧 哎 连一课大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就会挺身而出来救我 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 但如今已经是第三次了 你该不会是一直跟着我 喜欢上我的吧 我只是跟着那群劫匪 顺便救了姑娘而已 不是姑娘 是不器 你说 你当连一课这么久 救过谁三次呀 那倒没有 所以喽 我是第一个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就叫缘分 你都救过我这么多次了 我帮你付给药有什么 男女受受不起 什么男女受受不起 你已经抱过我很多次了 看来连一课大哥 不喜欢被人家看清相貌 看来连一课大哥不喜欢被人家看清相貌 本来以为跟着莫公子就会安全一点 没想到反而连累人家被追杀 没想到反而连累人家被追杀 你说你要进京寻亲 寻得可是七王爷 不知道 我九叔也没说明白 或许就是他吧 有点儿 离乎大哥 连一课大哥 女我这么高 要不 你送我去京城吧 不会送你的 伏器 家伏器 我们在这儿 这儿呢 连一课大哥 报此 驾 连一课大哥 光顾招标在即 不气 你来京城也有小半年了 想到你 刚入莫府的样子 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 滑毛小丫头 你看现在 也有几分小姐的模样了 大哥 你又取笑我 只是这京城虽大 我能去的地方去少 也就困在这莫府 和王府里了吧 你若是闷了 可以出去走走的 只要次数不太多 不要玩得太疯 王爷和柿子 不会过分阻挠你的 希望如此 对了 大哥身边 什么时候换了个丫鬟啊 你是说青儿 你忘了 大年三十那一晚 你从冬太上掉下来 就是青儿接住你的 后来莫府 接二连三地出事 我就忘记告诉你了 那这个丫鬟 一直在你身边 都没离开过吗 嗯 那就奇怪 怎么了 大哥 你还记得 我在花灯节那天 跟你说过 我怀疑柳青吾 就是那个在西州府 和天门关刺杀我们的人吗 后来我在七王爷府 看见他 他身上的标记 和那个杀手的一模一样 他真的就是那个杀手 而这个青儿 跟柳青吾长得实在太像了 不气 我小看你了 你放心吧 我早有防备 只是我把他放在身边 是另有所用 大哥心里有数就好 那我去找秀春了 我带了礼物给他呢 去吧 停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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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怎么了 上回我买的东西不合心意 我难回去换一下 不行 不行 殿下吩咐过 小姐不宜抛偷露面 还是我帮你去换吧 要是你帮我换的东西 又不合我意呢 放心吧 小姐在京城没那么出名 你让马车停远一点 不就没那么闲眼了吗 殿下不会发现的 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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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人抢护勤呢 抢劫呢 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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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抢 够了 够了 小姐 花不起失踪了 失踪了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莫府 看见他从莫府走出来 好像是荷包被人偷了 去追的时候和侍卫走散了 然后就不见人影了 话不清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所有任务全部失败 你还有脸坐在为师的车上 跟我下去 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 话不清知道我身上标记的事 要是再出差错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继承明月山庄中处的位子了 掌柜的 我来当东西了 又是你啊 小姑娘 这次我把陶宝带来了 你要让我见竹先生了吧 小姑娘 这个东西 不值钱的 我不要钱 我是要见竹先生 小姑娘 我告诉过你 这里没有什么竹先生 不可能 我九叔要我拿着这个逃宝 来这儿找竹先生 他不会骗我的 求求你要掌柜 这逃宝我都已经拿来了 你就让我见见竹先生吧 我真的有好多事情想知道 求求你了 小姑娘 我真的不知道你九叔是谁 这家当铺 我当家了二十多年 更不知道什么竹先生 真的没有吗 姑娘 天不早了 我们也要关门了 你有什么事 下次问清楚了再来 可是九叔已经不在了 我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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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吧 小姐 打碗面吧 大叔 阳春面几文钱一碗 五文钱一碗 给我来一碗吧 好嘞 走吧 慢点啊 到时候把这个送到我口上啊 小姐 面要来了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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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大叔 我没要鸡蛋啊 大叔 吃吧 吃完就回家了 天都这么晚了 今天你是最后一个客人 这鸡蛋就剩一个了 吃吧 不跟你要钱了 谢谢大叔 嗨 不客气 好 风动幽竹 山窗下 花人山寺红锦帝 这是九叔经常教我的话 是 是他写的诗 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谁 姑娘请跟我过来 我好久 没有到花园来走动了 看来父王已经彻底恢复了 以后玉儿没事 就陪父王出来多多走 嗯 有消息 不好了 王爷 殿下 不好了 小姐她不见了 你说什么 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之前在街上 小姐她执意要下车换首饰 只是没走两步 小姐便突然大喊 有人偷了她的钱 然后便追出去了 但小子们跟上之时 小姐她 她 她丢了一大把铜钱 街上捡钱 后面人太多了 把小姐们给拦住了 再然后 小姐就不见了 你确定是小姐撒的铜钱 是 是小姐撒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找 叫府上所有人都出去找 谁也不许去找 诺 玉儿 不计在外面会有危险的 是她自己不想回来 那就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那就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去找 诺 诺 驾 驾 老哥 那边我都找了 没有找到 给我一条条街 一间间店地搜 一定要把人找到 诺 诺 你就是朱先生吗 我不是朱先生 你可以叫我 诸福 你不是朱先生 那你怎么会知道那首诗 你究竟是谁 在当铺里 为什么不念那首诗 还要把我带到这儿 我是朱先生家的仆人 在当铺 之所以不敢相认 是怕小姐被人跟踪 小姐 九少爷 真的过世了吗 九少爷 你说的可是我九叔 对 我怎么跟老爷交代 掌柜的 你也别太难过了 也许我九叔 不是你家少爷呢 不可能 如果不是少爷 你不可能趁都那两句诗 你也不会跑到当铺 说要找朱先生 九叔让我拿陶伯去找朱先生 你既然是朱先生家的仆人 能不能告诉我 他到底在哪儿 小姐 陶伯再让我看一看 啊 那 你干什么呀 这是九叔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你却把它砸烂 是 那是什么 这是少爷的信物 少爷可以凭这颗黑玄珠 去提起朱府内所有店铺的现业 至少 至少可以提五百万两 五百万两 我已经找到进京的门路了 再过两天 我们就可以搭别人的马车进京城了 傻丫头 包马车的钱九叔还是有的 事到如今呢 也该告诉你了 你 你就不肯用朱子换点银两出来 有了钱 你就不会没钱看大夫 就不会重病缠身 一直躺在铺屋里 书定也就不会被他们发现了 就不会死了 想不到 当年风流替他 一身书卷气的少爷 竟然沦为了乞丐 是 朱府 你能不能告诉我 九叔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一直带着我逃难呢 九少爷的父亲 就是江南朱府的朱老太爷 江南朱府 和莫府 非人报 明月山庄 并立四大商谷世家的江南朱府 没错 就是独占皇家 私仇 茶叶供品生意的江南朱府 你口中的九叔 就是朱府九代单传的少爷 他之所以让你来找竹先生 就是想让朱老太爷照顾你 这 这不可能啊 九叔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怎么会沦落成乞丐呢 那是为了带你 躲避神秘人 和七王爷的追捕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就不太清楚了 躲避七王爷的追捕 七王爷找我 难道不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吗 不是 要不然 少爷不会连七王爷都躲 而且一躲就是十几年 小姐 跟我回朱府 朱老太爷会告诉你一切的 我回朱府 若是七王爷找上门来 我不又得回京城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你不能现在告诉我吗 我知道的真不多 我只知道 少爷年少的时候 跟老爷吵了一架 发誓不用朱家的钱财 也能富甲一方 所以就来到了京城 化名朱华 大家只知道 京城有一个朱华 并不知道 他就是朱家的少爷 他在带着小姐逃难前 反复强调过 也绝对不能让七王爷知道 他是朱家少爷的这个消息 所以 七王爷也不知道 少爷的真实身份 还有这种事 朱府 我是从王府里逃出来的 七王爷现在肯定派人满城找我 你很难带我走的 而且万一他们跟着我们回到朱府 岂不暴露了九叔的身份 这个小姐可以放心 我们一直盼着小姐跟少爷能够回来 同时也害怕你们被七王爷和神秘人装 所以 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假死药 假死药 没错 这种药 可以让人的心条脉果都停止 不能听不能言 故事暂时不通 就像死人一样 这么厉害啊 所以一旦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死了 我就可以跟着你 顺利逃到朱府了 小姐 你先回王府等我 我回到朱府拿了假死药 就来接你 好 杀了他 杀了他 好 杨茫 你去救人 好 杰茫 快走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这一次别让他们跑啊 这次别让他们跑啊 快点 柳道小姐 乖乖随我去王府 向王爷认罪 或许 我可以饶你一命 走吗 少爷 抓了几个 其余的缺死人了 全部给我带回王府 去禀告王爷 我看看他们这次 要如何解释 刺杀不弃的事情 诺 走 走 这里已经离他们很远了 他们必须把我追不上来 走 你的伤 连一个大哥 你的伤 先上去再说 走 小心 小心 连一个大哥 你的伤 没事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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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个大哥 没关系 我只是 有点脱离了 你挺住 我找个地方 帮你处理伤害 每个儿的儿子 我们有些西弊的地方了 你坚持住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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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先走吧 不用管我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林依康大哥 林依康大哥 你忍着点 忍着点啊 林依康大哥 林依康大哥 林人 你有坐 Neil 他就来 林依康 R aging 好 你到底是谁 为何我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在我身边 看了连衣克大哥 不喜欢被人看清相貌 连衣克大哥 我不能光守在这儿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你好好休息 请 对不住了 我是不得已才偷的 这些作为赔偿应该够了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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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 你 blow you 为什么会这么疼 这傻丫头 怎么会穿着这么湿的衣服 我等的模样毫不迹象 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 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 我以为她跟随过了凉 我像风一样 你靠近云都下降 你卷起千层海浪 我多也不多往里闯 你不就像风一样 侵略是傻傻作响 再宣布回复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曲折的夕阳负责荡 曲折的夕阳负责荡 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 最近我的伤口没伸张 也一个大哥 你就知道 你不会认下我不困了 自从上次 你要我好好地地摸 然后 你就再也没有来干过我了 你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地方 你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地方 和风一样 你离开不声不响 我喜欢这种手掌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 对方 助 Ț老 谁 若是要找花不起 就随我来 驾 唷 纸 母亲 她发烧了耽误不得 带她去看病吧 连一课 我福音宝欠你一个人情 母亲 好好做你的孟夫小姐 关心你的人很多 不用来找我 母亲 她还没好吗 莫夫请的大夫没治好 王爷已经派御医过去了 据太医说是寒气入肺 所以一直咳嗽 公子 看上哪个灯啊 我今晚去看看大夫 杨一课 你是来看不气的吗 传闻你的武功高强 怎么今日看起来脚步虚浮 身法还有些凝滞的感觉 难道你的伤还没好 不气若是无事 我就先走了 等等等等 既然来了 就进去看一眼吧 不气感染了风寒 一直在咳嗽 而且这几天 也一直在跟我说 你行下仗义的事 我表哥还没有回府 我帮你去旁边守着 不会有人发现的 放心 放心吧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不会告诉别人 不会告诉别人 顾琪 你疼除了 对 我疼你疼是康复 我疼她的疼我疼他 我疼你疼她 我疼你疼我疼你疼的 我疼你疼你疼我疼你疼的 秀珍 听说川贝 琵琶和舌胆 都是止咳的 你明天让人去药房拿这些药吧 我身边在做梦啊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看我了 听说你一直没好 做以前来看看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 最后一次 为什么 这里我不能交流 你先把风泉水喝了 喝了你就走 那我不喝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说了那些话 你才会想躲着我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你 可是你中了一斤 还来看我 我很高兴 你别生气了 我喝完了 琪琪 我因为救你而受了箭伤 你现在因为我而生病 你才不来扯平了 好 扯平了 那你不生气了 你会再来看我对吗 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喝不喝水与我无关 我生不生气也跟你没关系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你 你就当在世上 没有林依可这个人 当没有你这个人 当没有你这个人 从西州府到天门关 从天门关到南下方 只要有危险的时候 你就会来救我 只有你能给我安全感 你叫我怎么当没有你这个人 有秦王爷和默若飞保护你 只要你不转化 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性命而担忧 我错了 我不该告诉你我喜欢你的对吧 我不该痴心妄想 你知道我喜欢你 就像桃温一样的躲着我 就像桃温一样的躲着我 不妻 你想看看我的脸吗 你想看看我的脸吗 你 为什么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喜欢我 我就会看了 看了 我就会一直惦记着你 你的剑伤是因为我才受的 要把伤养好 我才不会内疚 你快走啦 我去过了量 你 像风一样 你靠近云都下降 你卷起千层海浪 我躲也不多往里闯 你不就像风一样 侵略是傻傻作伤 再宣布回不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曲折的夕阳 不责格挡 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 最近我的伤口没伸张 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 不晴 怎么了不晴 你怎么出来了 不晴 你靠近云斗下降 我们又发烧了不晴 几千森海浪 有一刻呢 多多夜不躲往里闯 你不就像风一样 侵略是傻傻作响 再宣布还一副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你像风一样 除默是温柔流淌 我恋爱的处傻作响 你也想让我远远地看着你 我就能够 你也就梦 谢妈 我怎么突然心里凉凉呢 难道我也 我也受了风寒 不行 妹妹 你安心休息 我去给你拿药 我喜欢这种手掌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 对方 小六 少爷 有什么吩咐 你去弄些蛇来 蛇 少爷想吃蛇 是不弃想要蛇胆至咳嗽 快去办 还有 这件事情 绝不允许其他人知道 少爷 你这不让人家回来 还挺关心人家吃什么 还不快去办 喏 掌柜的 客官 按照方子配药 这是莫府要配的药吧 这平常都是莫馆家亲戚的 我亲自来配药 这今天莫馆家怎么没来啊 莫馆家今天忙 我来也一样 你赶紧按照方子配药就行 这位少爷 这药方中其他的药 我这都有 唯独这蛇胆啊 我这没有存货了 不是 你这回唇堂 是京城最大的药铺 怎么就会没有 少爷 这你又算不知啊 这冬天刚过 这货源齐缺不是 那你按照方子配其他的药 蛇胆我自己想办法 是不是什么蛇胆都行 对对 普通蛇胆都行 不过 最好能找到眼镜蛇 五步蛇或者乌烧蛇 这样的蛇胆最好 少爷切记 这蛇胆啊 一定要蒸熟之后方可食用 少爷 稍等啊 去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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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屋子里我难受 我想出去走走 不行呢小姐 你还在咳嗽 出去吹了风 又烧起来怎么办啊 不气受得对啊 少爷 你越躺是越没有精神的 得动一动才行啊 大哥 你去把你打了 把小姐的披风拿来 嗯 不气 你又瘦了 本来就是个黄毛丫头 现在更没鸡两肉啊 小姐 是啊 再瘦下去啊 风云吹 我就飘起来了 不气 你知道吗 二郎今天还特意给你煎药 为了你 还连夜上山抓蛇取蛇胆 相信你再吃几副药 很快就能好了 我还想说 等天气暖和一些 带你骑马打猎去呢 大哥 你跟韵表哥对我真好 我以前都没想过 能够上这么好的日子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不许胡思乱想了 大哥 秀川 手楼 如果珠福拿了假死药来 我以后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拿上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灯啊 肯定是阿朗给你挑的 做工真精巧啊 好儿吧 真奇怪 表帅也早把所有灯都收了 怎么会留这家呢 是他挂的 换了就换了 你要喜欢的话 大哥都给你买几个 这个灯一定是你挂在运落中的吧 我好喜欢 尤雅表哥挂了那么多灯 我都没有喜欢的 你这个 我却一眼就相中了 言一哥大哥 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呢 你喝不喝水与我不关 我生不生气也跟你没关系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你 你真的不会再来了吗 你明明很关心我 但为什么要对我说那番话 谢谢你的托尔当 虽然你说了不来 可我昨晚又梦见你了 守了一夜 连个蛇影都没见着 这没有蛇胆 怎么给不齐妹妹治病啊 表少爷 门口有人求见 让他改日再来 来人说是回春堂的人 回春堂 是的 表少爷 云少爷 药店新收两枚蛇胆 知道莫副小姐着急用药 掌柜的别让我赶着送过来了 太好了 替我谢谢你们家掌柜的 蛇胆价钱多少 小爷我双倍给你 云少爷客气了 那派蛇胆的人说了 明日还会有 到时候府上派人直接来取 一起付钱便是了 好 云少爷 我先告辞了 奇怪 我昨天去药店 掌柜的还说货源紧缺 怎么今天就这么巧有了 而且明天还有 听起来倒像是专门为莫副找的 小姐 表少爷来看您了 表少爷 来 来 云表哥 不信妹妹 不信妹妹 这是我新配的药 你用蛇胆煎的 你快喝了吧 嗯 谢谢云表哥 不信妹妹 我刚刚在门口啊 看到有人卖糖仁 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你尝尝 谢谢云表哥 你上次买的那个糖仁很甜 很好吃 这个好精致啊 不信妹妹 这兔儿灯都坏了 怎么还放在桌上 我给你买个新的吧 元宵都已经过了 就别买花灯了 明年再说吧 云表哥 这个糖仁有什么说法 他呀 他叫何秀姑 你知道何秀姑吗 嗯 我跟你说啊 何秀姑啊 他以前的名字呢 他叫做 以前名字 任表哥 我还要去去 给你取舌胆 我先走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 等帮先凑齐了 我再给你讲故事啊 就走了 是吧 小姐 表少爷喜欢上你了 秀春 别敢说 粉組 一 la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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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愿意去抓 谢谢 熊二 羽少爷来了 这里有新鲜的蛇蛋 刚送来的 谁送的蛇蛋 就是刚刚走的那个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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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真是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小心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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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交给药袋的掌柜 你放心 这是伤你的呗 谢谢 谢谢 站住 你到底是谁 既然要给不器妹妹送药 为何要通过我的手 谁送的有何关系 你若真的关心她 就别让她知道 舌袋是我送的 为什么 难道你就是连衣科 你是担心 她知道你在关心她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还去看她 为什么还要给她送兔儿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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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会像你 把花灯挂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不会让他半夜跑出门 发烧晕倒 不会要你的舌胆 我也一样能治好他的病 你能这么想就好 你别走 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 连衣科 我是不会要你的舌胆的 我会自己上山取舌胆 不认为夫妻妹妹治病 我一定会治好他 夫妻那晚追出来 他发烧晕倒了 你不认为夫妻妹妹 你不认为夫妻